進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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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加速推動台灣無人機産業的發展 共產無人機産業競爭 經濟部在加以關 阿創無人機AI 創新應用的發動心 涉及經濟部無人機産業發展專案辦公室 十二號幾乎改白醫生 我們經濟部的專案辦公室 正式在雅創掛牌成立 這個專案辦公室的成立 那標誌著整個由中央主導 地方協助 那由中央的上位計劃來推動 整個無人機的發展 正式啟動 那我想不管是研發中心 或是產業基地 或是未來這個所謂的 中大型無人機的測試廠 那再一組 那我想這個是整個完整的規劃 那整個經濟部在這邊設中央辦公室以後 讓我們感覺到非常有信心 表示中央面對這個無人機的發展 已經很清楚 它是國家的戰略發展 所以由中央主導 整個權力來推動 管長王爭良說 民鄉航航航航航已經擔透 從中心也得到的改動成功 感謝電影王爭良的生理專案辦公室 管閣繼續積極來配合 國防部決定發展軍用 以及軍用三規的無人機 那軍用的部分是由中科院來負責 那軍用三規的話是跟民間產業合作 那目前第一階段 會採購大概超過3000架 五款式的軍用三規的無人機 那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個計劃 帶動台灣無人機產業的國家隊 那目前我們在嘉義推動的 無人機產業的聚落 已經慢慢成形 大概有四十幾家廠商進駐 而且我們在關鍵的零組件 以及設計製造商 都有大幅的成長 我們預估喔 那麼台灣在2030年左右 無人機產業的產值會超過400億台幣 行政儀婚姻有正文餐標示 差不多高級無人機產業在加以 差不多有80億台幣的餐單 到2030億台幣的獎金400億台幣 這是一個才有簽約的產業 其他應用的環圍是真正的 未來也歡迎 軍民通用科技的無人機產業來進出 記得黃佩蓋的觀衝報道 我記得黃佩蓋的